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咱们这一期视频拆解这一个特极客的桌面充电站 咱们这一个是645瓦的一个桌面充电站 同款的还有更高功率的 如果需要高功率的 大家可以去特极客的旗舰店看一下 这一种桌面充电站 跟这些普通的充电器 它内部有什么区别 我们拆解开就知道了 有需要购买这些充电设备的 大家可以去我的橱窗看一看 咱们橱窗里面上架的 都是经过我拆解和测试过 我觉得比较好的产品来推荐给大家 咱们也可以回回血 一个产品咱们有一两块钱的佣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一键三点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 我们话不多说 拆解这一个桌面充电站 这个桌面充的话 做工这么精致 我从表面上没有看到任何螺丝 我们看一下这个底部有没有螺丝 硅胶的脚垫取下来 没有看到有螺丝 那我们用翘棒 先把这个透明的盖子把它取下来 这么精致的产品 拆解了确实有点可惜了 大家要看这些产品的拆解 看我的视频就可以了 大家不要动手去拆它 拆了以后大家也会丧失保修 这边是撬不开的 我们从这里撬 这个胶水沾得太盐了 我把这边撬开 然后把这边撬开 内部都是用胶水 把它联合在一起的 非常的严实 咱们直接把这个底盖 整个把它切开 然后我们用翘棒直接把它撬开吧 这就是内部的样子 这个胶水沾得太严实了 我根本就把它取不下来 结果切成这个样子了 还是把它拿不出来 最后实在是拿不出来的情况下 我就把这个前面这个盖子 又把它给切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板子 给它拿出来 这就是内部主板的样子 这一部分为开关电源部分 然后这一边为DC转DC 直流输出的部分 两块板子通过吸汗 汗接在一起的 变压器的两边 都打有这种白颜色的散热硅胶 这打的不是一般的多 这个显示屏的支架 它是通过卡扣 卡在这个前面PCB上面 我们取下这一个支架 把这个排线拔出来 这个就是充电器的显示屏 这一堆白胶就是清理出来的 清理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芯片 都在这个散热胶下面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个主板 然后我把它全部打散 这个特级克65瓦桌面充电站 我们拆开 就是两块PCB 乘L型焊接在一起 内部的电路采用的是 QR反击开关电源 加次级同步整流输出 加协议控制降压输出的模式 桌面充电器肯定比 普通的充电器体积要大 所以说它本身的PCB电路布局 就很宽松 这样的好处就是 不会有很高的发热量 内部整体的用料 也是非常不错的大厂风格 大家看我介绍就知道了 这个充电站交流输入 采用的是8字电源线 厂家来自成立于2002年 一家专业生产ACDC四屏数据线 及各种插线连接器的企业 深圳吉利电业 这个线杆是经过3C认证的 这两个插头 内部都是没有吸食的东西 全部都是同质材料 纯同的电源线 内部的同时 色泽非常的光亮 一看就知道是 正规品牌的产品 这个就是充电站的 8字电源插座 厂家来自成立于2018年 一家主要研发和生产 各种输入插座 器具偶合器等 电源类产品的企业 东莞 博涛电子 这个产品 也是经过3C认证的 同样的内部都是 同质的用料 没有任何吸食的地方 输入端一颗棕色的保险丝 厂家来自成立于 1996年一家 由香港旭光辉电子 独自经营的 专业生产安全保护类 元器件的企业 深圳续成电子 属于续成电子 5T1系列 微型慢熔断保险丝 规格是3.15安 蓝牙250伏 用于这个桌面充电站 浪有电流保护的 一颗蓝色亚敏电阻 来自成立于2012年 一家专业研发制造陶瓷 薄膜电容器 压敏热敏电阻器 等电子元器件的企业 散头的松田电子 属于松田Z2系列 高能品压敏电阻 规格是680匹法 工作电压 430-1100伏 这颗绿色的NTC热敏电阻 也是用于 康朗勇防护的 这颗红色的 安硅X2电容 来自成立于 2010年 一家专业生产高性价比 陶瓷电容 薄膜电容的厂家 东莞科亚电子 这款电容的规格是 0.33微法 耐压310V 充电器的供膜电杆 用于绿鼠 220伏交流电内部的 EIMI杂波 内部的磁心为绿色 用气泡线和绝缘线 两种线材进行绕制 负责将220伏交流电 整层脉动直流电的 整流桥两颗 色域型号 WRMSB40M 来自成立于 2010年 一家专业生产 分立功率半导体基建的公司 深圳沃尔德实业 这颗整流桥的规格是 4A 耐压1000V 这两颗是软桥 好处是 可以减小开关损耗 提高效率 并降低电子干扰 两颗并年使用 降低温生 充电器的三根 高压滤波 电解电容 厂家来自成立于2006年 一家专业从事各种 电容研发制造销售的企业 深圳新中原电子 三颗电容的规格分别是 33微法和56微法 耐压的话都是 420V 分别是新中原 AK系列和 AJ系列 小型化标准电解电容 这一颗为 公质插模电卡 外部套有热锁管进行保护 内部公质磁心 用气泡线的铜丝进行扰制 也是起到滤波作用的 充电站等 开关电源主控电路 这里有一颗小的电解电容 这个就是主控芯片的 供电电容 来自成立于 2004年一家级 铝电解 固态 叠成固态 超级等电容器研发制造的企业 广东照进 绿宝石电子 规格是 10微法 内压50V 属于绿宝石 RC系列 低阻抗 高纹波电流 电解电容 充电站的主控芯片 私印型号 DK065GC 来自成立于 2011年一家级 各种芯片设计研发生产 于一体的企业 安徽东科半导体 这是一款内部集成了 650V 260毫欧 淡化加器件的 QR反击控制器芯片 芯片具有减小 开关损耗 并改善电池干扰的特性 极大简化了反击式变换器电路的设计和制造 尤其是需要高转换效率和高功能密度的产品 具备完善的保护功能 从而确保整个电路的安全和可靠性 这一部分是用来吸收电压尖锋 保护主控芯片和其他原机线免受损害 同时改善电池兼容性的RCD 尖锋吸收电路 这个是充电站的高频变压器 外部有耐高温的绝缘胶带缠绕进行保护 这一边是初级扰主 这一边是次级电流输出扰主 用于信号隔离和反馈控制 确保电流输出稳定 并保护低压控制电路不受高压影响的光电偶合器 4E型号TD-1019 来自成立于2004年 一家专注于各种LED解决方案 即光电源基建研发生产销周为一体的企业 福建天电光电 属于天电光电 TD-101X系列 贴片光电偶合器 用于抑制高频供摩噪声 减少EMI干扰 提升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等 黑色贴片式安规电容 来自成立于2014年 专注于被动元基建生产及销售的 四川特瑞翔科技 4E型号是Y1681M 规格是680P法 耐压400V 这部分电路为充电器的次级同步整流电路 一颗高性能双引脚同步整流芯片 4E型号100R10M 跟主控芯片一样来自安徽东科半导体 这是一款简单高效率的同步整流芯片 只有两个引脚 分别对应肖特机二极管PN管脚 芯片内部集成了100V 功率NMOS开关管 芯片可以大幅降低导通损耗 提高整机的效率 这两颗为次级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来自成立于1984年 一家以研发制造及销售铝电器电容为核心的企业 香港东家电子 规格是820V 耐压250V 两颗总容量1640V 属于东家电子 KS系列 DESR高纹波电流 固态电容 此外 这里还有一颗共膜电感 用于提升输出质量和满足EMC要求 也可以称之为LC滤波电路的一种变体 我们就叫它 共膜滤波与平滑滤波组合电路吧 充电站的电流输出电路 由这颗MSU继续协调 三颗协议芯片控制 三路降压电路 四个充电口输出 一颗思印8DLR的三端吻压芯片 这颗芯片是负责为MSU芯片进行供电用的 由于生产这种三端吻压的厂家太多了 这种芯片的话 资料是非常难查的 这颗MCU芯片思印型号AL010F8 来自成立2003年一家级感知计算控制电源连接于一体的集成电路企业 深圳星海科技 这颗芯片属于星海CS32L01X系列超低功耗微处理器 芯片内嵌32位ARM M0加内核 最高可运行在24MHz 类似64KB的嵌入式Flash 8KB的SRAM 集成了高精度ADC 比较器 运算放大器 多录UART SPI IRC等丰富的外设接口 配合主控MCU芯片进行多口功率分配的 还有两颗小芯片 这里有一颗 这里有一颗 这颗思印型号 9A20W 实际型号TP181 来自成立于2012年 一家由美国硅谷VC投资的半导体公司 苏州SRIP微电子 这是一颗高精度零飘移双向电流监测器放大芯片 芯片适时监测C1和C2口电压电流情况 并反馈信号给主控MCU芯片 另外一颗思印型号LM321 来自成立于2016年 一家专注于高性能高品质模拟及混合信号产品研发设计的企业 上海巨寻半导体 这是一颗高压双级运算放大机芯片 主要监测C3和A口的电压电流 反馈信号给MSU 这一块屏幕也是由MSU进行驱动显示 C1口将压电路 输入和输出的滤波 各采用一颗220V法 耐压25V的固态电容 厂家跟主控芯片 供电电容一样 来自赵庆的滤宝石 属于滤宝石BC系列 低阻抗高纹波电流固态电容 这一个为降压电路的一颗降压电杆 底部有电幕进行固定 内部磁性为黑色 用比较粗的气泡线铜丝进行绕制 C1口降压电路的协议及降压控制器芯片 C1型号SW3516P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 数模混合芯片设计企业 珠海智荣科技 这是一款高集成度的多快充协议 双口充电芯片 支持A加C快充输出 支持双口独立线流 内部集成5A的高效率 同步降压变换器 最大输出功率100W 支持CCCV模式 以及双口管理逻辑 C1口降压电路 两颗降压MOS开关管 组成半桥降压拖布电路 4E型号SWT40N45 也是智容科技的产品 官网没有资料下载 C1口输出VBUS开关管 4E型号HGM306 来自成立于2015年 一家专业从事各种功率器件 设计生产销售的企业 深圳星空园电子 这颗MOS的规格是 蜡压30V内部导组5.7毫欧 最大的漏极电流46A 一颗4E硬R2005电阻 为C1口电流取样电阻 C2口降压电路 输入和输出滤波 各采用一颗220V法 蜡压25V的固态电容 一颗来自照清绿宝石 BC系列固态电容 另外一颗就不知道了 这颗则是降压电感 C2口功率要小一点 相比于C1口的电感 它要小得多 做工的话是一样的 C2口降压电路的协议 及降压控制器芯片 4E型号SW3537 也是来自珠海智容科技 这是一款高集成度的 多快充协议 双口充电芯片 支持双口独立线流 内部集成5A的 高效率同步降压变换器 支持多种快充协议 支持45W输出功率 集成CCCV模式 双口管理逻辑 以及双芯片 动态功率分配 外围集续少量的器件 即可组成完整的 充电解决方案 C2口的输出VBUS开控管 4E型号也是AGM306 跟C1口一样来自新空源 规格也是一模一样的 这一颗R2005 则是C2口的电流取样电阻 这一颗电感就是C3口 和A口的降压电路的电感 外部有热手管套住进行保护 内部磁性黑色 用气泡线的铜丝进行绕制 C3口和A口降压电路的协议 及降压控制器芯片 4E型号SP1231FL 来自成立于2003年 一家专注于集成电路设计 生产销售的企业 无锡硅动力电子 这是一款降压型PWM 电路控制器芯片 可驱动3.1A负载电流 允许在4.5V到32V的 宽输入电压范围内工作 芯片可以工作在 CC或CV两种模式 过流保护电流值 可以通过外部的电阻器 进行设置 C3和A口降压电路的输出滤波 采用一颗 造型绿宝石BC系列 低础抗高温膜电流固态电容 规格是470V法 耐压6.3V 这一颗是C3口的电流取样电阻 这一颗R2025 则是A口的电流取样电阻 C3和A口降压电路的输出滤波 这里竟然还多用到一颗 供膜电感 非常难得的一个设计 内部磁性为绿色 用两种颜色的气泡线进行绕制 外部还有热锁管套助进行保护 这个充电站的三个C口采用直立式安装 外壳的话都是不锈钢的材质 这是不锈磁的一种不锈钢材质 每个充电口内部的舌片细节 做工都是很不错的 USB A口采用的是黄铜材质的壳体 一样的不锈磁 内部的舌片一样的光滑细地 没有毛刺 壳体上面没有看到有主燃标识 我们后面要做燃烧测试 这个特几颗65瓦桌面冲 经过我们测试拆解 这个产品有着极品的纹波输出 跟内部的电路设计有着很大的关系 比如刺激同步整流输出滤波 它增加了一颗共模电感来进行滤波 这种设计的话也是很少见的 内部的器件几乎都是大厂的品牌元器件 比如说东科的主控加同步整流 东家的固态电容 还有绿宝石的固态电容 都是很不错的 用到MCU芯片加比较器和运算芯片 来控制四个充电口的功率分配 确保整个电路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这就是一个好产品该有的样子吧 各位老铁们 你们对这个产品怎么看 喜欢我视频的大家记得 把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